没钱究竟会把人逼到什么境地 才能让一个男人把自己老婆嫁给一个死人 今天给你们带来 我不是药神导演 文木野成名前的三部小短片 第一部《安魂曲》拍摄于2014年 孟小军一家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他们骑着摩托车被卡车撞翻 妻子当场死亡 孟小军腿部骨折大脑缝针 年仅四岁的女儿脑损伤严重 医生说要是一周之内没筹到钱做开颅手术 她的女儿就会有性命威胁 而手术费需要12万 孟小军面露难色 她没有钱了 就连给她媳妇出病的钱都没有 更别说一周之内凑齐十几万 但她也明白医院不是做慈善的 钱还是要自己想办法 她回到病房看了一眼女儿 身上插满了管子 护士在耐心地帮她处理其余的伤口 这也是她和妻子唯一的希望了 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再失去女儿 于是乎她来到太平街 管理员老张提醒她不能再拖了 尸体都存放一周了 再不处理可要有气味了 孟小军思索了片刻 从嘴里蹦出一句话 你上周说那事还有吗 能给十万 上个星期 老张则和小军提出 把她妻子遗体 卖给一户人家举办明婚 小军当场就拒绝了 可如今走脱无路的她 最终还是答应了老张的建议 把自己妻子的遗体卖到农村 与一位死去的男人结成明婚 只有这样 她才能在一个礼拜内 迅速凑起女儿的手术费 她回家在一堆照片里 找到了一张妻子的单人照 把它放在了自己的包包里 踏上了去内户人家的路 内户人家只有一个孩子 打击程度不亚于她 孟小军到了就如实回答 说她媳妇死了一周 身上没什么大伤 主要是脖子那儿划开了 有条口子 要是满意 就今天把事给定了 她着急用钱 男人把照片看了看 又递给了一旁的老伴 她老伴看着看着就哭了出来 孟小军在一旁听着也难受 有些痛当真是撕心裂肺的 回去后 她还产生了幻觉 她看到妻子活了过来 孟小军轻轻哀了一声 对妻子说放心吧 以后我接彤彤 暗指她接受了妻子死去的这个结果 要妻子放心离去 以后她会照顾好女儿 在太平间 看妻子遗体最后一眼的时候 孟小军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 因为她知道 这是她最后一次 在媳妇面前呈现出软弱的姿态 几天后 伴随着桑葬队的奏乐 这场特殊的冥婚就这样举行了 同一时空下 女儿也躺在了 送去手术室的推车上 两个方向 一条通往生 一条通往死 由生官死 死而替生 剧情在一刻推销了高潮 此刻明白这部短片 为何要叫做安魂曲 桑葬队奏响的乐章 表面是庆祝两位死者联姻 实则安抚了那位母亲 她用自己的离开拯救了女儿 第二部斗志 拍摄于2012年 都说身体仿佛守着父母 在信仰伊斯兰教的阿迪利父亲面前 纹身这件事 不仅是对父母的不敬 更是在亵渎他们的宗教和信仰 在北京打工的维族青年阿迪利 是一名普通的服务生 每天都在为生计奔波 就在昨天 很久没见了父亲来北京看望他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严肃 令人难以靠近 阿迪利显得震惊又激动 他趁父亲洗澡了功夫 用毛毯遮住了出租屋里 杂七杂八的海报 还给父亲腾出了做礼拜的空间 父亲也提醒阿迪利 要用心点做小镜 阿迪利做完出来后 父亲已经穿好衣服 开始做礼拜了 等他做完这一切 父亲从包里掏出了一盒家乡羊肉 说是阿迪利妈妈特意给他做的 阿迪利显得很开心 父亲看到儿子吃那么缓 也露出了笑容 这会儿俩父子的画面 还是很融洽 很温馨很和谐 结果下一秒 阿迪利转身的片刻 父亲看到了儿子背上的纹身 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他不仅摘下了阿迪利挡的毛毯 还开始大发脾气 赤子阿迪利改变了安拉的原型 是一种天大的亵渎 一边问阿迪利是人还是畜生 还说他玷污了自己身体 背叛安拉 会被诅咒下地狱的 阿迪利无力解释 他没有背叛安拉 他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父亲还没等他说完 又给了他一巴掌 阿迪利从出租屋里逃了出来 在外游荡了几个小时 最后坐在了一地下通道里歇脚 没过多久 来了两位警察 他们看阿迪利状态不对的样子 赵立问了一下他的身份证 接着又问了他做什么 住哪儿 最后问到了三住证 阿迪利拿不出来 警察叫他配合去警局核对一下身份 阿迪利因为晚上受了父亲的气 有点一反寻常 死活都不配合警察 最后还动手推开了他们 警察只能动用武力把他控制 那一刻他与警察的斗争 象征的是他内心对父亲的反抗 第二天父亲即将离开北京 反乘回家 核对没问题的阿迪利被放了出来 正如他没能再和警察的反抗中省出 他最终也决定和父亲妥协 于是乎他来到了一家纹身店 请老板帮他把纹身洗了 赶在父亲即将离开前 脱下衣服 给他亲眼看一看自己洗掉的纹身 所有的斗争在亲情面前都不堪一击 第三部老狗拍摄于2010年 都提说过落叶归根 魂归故里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无论走多远最后都要回归故里 可你们知道狗也有这种情怀吗 故事发生在北京郊外的一个棚户区 因为一些原因 这里即将面临拆迁 最往邻居 大家都走得走搬得搬 男主储强和一条叫石头的狗也住在这里 可他因为没工作也没钱 迟迟会找到要搬到哪里去 后来呢在好朋友卢泽的推荐下 他搬到了市区 还找到了一份卖保险的工作 储强很看出这份工作 负责培训他们的王主任 第一天就告诉了他们 他上课的要求只有一条 那就是不可以迟到 他最讨厌没有时间观念的人 这种人不可能成为成功人士 然后就开始给大家画大饼 储强听得很认真 觉得自己未来可期 浑身充满了干劲 第二天周末 储强早上起来遛狗 中途他电话接个不停 王主任还给他推进了一个客户 那是炉子走关系 才让王主任帮他的 储强聊得起劲 丝毫没注意到 石头没往外撒尿 次日一大早 石头没什么精神 昨晚的狗粮也没吃 储强的狗去了医院 兽医说是尿道炎 所以才不肯进食 建议先打一个疗程向炎针看看 他还安慰储强说 这个病很普遍 没必要太担心 因为送石头去医院 导致储强那天迟到了 和他罚症的还有另外四个人 旁边的男人问他 是不是也睡过头 储强说是自己的狗病了 那男的问他什么狗 储强说他也不知道 是他以前捡来的 男人听了后 还有点震惊 显得还给看病啊 得了什么病 储强说尿道炎 不吃不喝的 那男的就告诉他 看着吧 有你折腾的 下班回去的路上 炉子打电话质问 储强今天为什么吃到 储强如实搞之石头病了 他要炉子帮他保密 别让王主任知道 他养了狗 第二天 储强又吃到了 这次罚症 只剩他和昨天的女的 第三天 石头依旧不吃东西 继续带去医院打消炎针 隔壁床位的那条金毛 都治好了 唯独他的石头 还没有丝毫好转 培训的时候 又因为太困 被王主任抓个正着 晚上下班带石头回家 结果他还是不吃不喝的 第四天 储强又吃到了 这次只剩他一个人发战 也只剩他一个人 在医院陪石头掉点滴 第五天 他被王主任辞退了 他气不打一处来 只能朝饮水机发了火 石头依旧不吃不喝 医生建议给石头打营养液 360一针 储强犹豫了 回去的路上 他被炉子骂得狗血淋头 为了一只狗丢了工作 对得起他这段时间 费尽心思帮他嘛 他叫储强 哪儿姐能扔到哪里去 第六天 储强接受了现实 失去工作的他 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 更别说还要养一只狗 他烧水 给石头洗了一干净枣 然后带他坐车 来到了他们之前住的棚户区 当他准备把狗链 拴在电线杆的时候 换成了有活力的音乐 储强一直在后面跟着 跟着他来到 以前他每天溜他的地方 石头在那颗 他最喜欢撒尿的树下 畅快地撒了起来 原来他并不是想得尿道炎 而是换了一个地方 他尿不出来 好了 以上就是文牧野导演 成名前的三部作品了 虽然因为年代已久的原因 画质有点渣 有些剧头也有点抖 但导演对情感的把握很好 对社会底层人物 捕捉的敏感度很高 每个故事简短 但都十分深刻 而且内核都充满了向上的希望 不管是面对死亡 面对矛盾 面对挫折 只要你坚持选择对的那条 就一定能找到更好的答案 好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给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